开房千万不要贪图小便宜, 小心撞上不干净的东西。 记得是在大学的时候, 由于手上零花钱有限, 和女朋友出去开房一般也就找一些城中村自建房的那种小旅店。 有一次晚上出去玩累了, 就走到一个城中村里, 进了一个当地人开的旅店, 房间设施基本都有, 卫生也过得去, 就是灯饰老式灯泡, 黄光那种光线比较昏暖, 而且在房间的墙上还贴着道符。 亲爱的, 这房间这么破旧, 好衰人呀, 要不我来找个更好的吧? 这你就不懂了吧, 这叫复古风格。 和女友争论了一番, 尽管他百般不情愿, 但由于太过疲劳, 还是赶紧入睡了, 现在想起来, 真后悔当时没有听从女友的话, 赶紧离开这房间, 高能预警, 投币点赞, 厄运退散, 当睡下时, 感觉一切正常, 可睡到半夜, 突然我感觉有一双冰凉的手, 把我右腿给抓住了, 我猛然惊醒, 透过窗外的一点光亮, 看着我女票躺我旁边睡得正香, 可抓住我右腿的方向, 黑乎乎的什么都看不清, 我想坐起身来, 才发现根本动不了身体, 想大声喊叫, 也发不出声, 只有头能转动, 眼睛能看见, 一种前所未有的恐惧感, 袭满我全身, 就在这时那双抓住我的手分明开始, 用力把我往床下拖, 我全身汗毛都炸了, 拼命想挣脱这束缚, 突然我女票的大腿碰到了左手边, 我使出全力捏了她一把, 女票一下子惊醒了, 推了我一下, 问我怎么了, 瞬间我身上的束缚解脱了, 赶忙打开灯, 我的下半身已经掉在了床檐上, 还差一点右脚就到地上了, 惊恐万分的我没空给女票解释什么, 连夜带着她逃离了那个旅店,